喂 徐薇 喂 司辰 你到哪儿了 我现在还在巴黎呢 因为天气远移 我实在是回不去了 那回来再见吧 看来今晚得给你找个新女吧了 大家好 看这里 还记得 不好意思 村长 这边 完了 这个怎么办 回去去肯定来不及了 不行 我得找个人跟进去 就他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来 我前寒都掉了 哎 等一下 林杰有些歪 不好意思啊 我 我 在这边 我 在那边 要想想看一下 谢谢 好的 请 我 我跟他一起的 对 对不起啊 你 你要干吗 你还缺一样东西 低头 是不是 这是 你不用知道 Alex先生 原来顾小姐是尹先生的礼拜 难怪顾小姐不方便带着大家说 我今天晚上没有看见你 以为你没有来 怎么会呢 我摸完帽还是很希望和Alex先生合作 当然得到 顾小姐 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 这是我送给他的 年前去西班牙 偶然间一个拍摄会上碰到了 当时见到这条项链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适合西西 于是就立刻拍下来送给他 没想到这个项链 会到顾小姐这里 这个项链有什么故事吗 我的妻子 是一个珠宝设计师 这个项链 是为了我们结婚纪念日而设计的 他去世之后 我就按照他的遗愿 将他的作品 拍卖 我没想到这个项链 会机缘巧合的到顾小姐这里 那这么说的话 真的是很有缘分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还希望二位能够成全 我希望顾小姐带着这个项链 能穿上我新设计的新品 跟我一起上台 也算是对我王妻的一种知情 当然看我 谢谢你 你应该感谢他没有出现意外 那我说回刚才你去谢谢 幼稚 你才幼稚 二位没事吧 没事 不过看样子 我们要提前离开了 希望今夜 对于二位来说 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告辞 再见 下令 好 再也不见 再见 再也不见 就完了 完了 那个是尹思辰 尹思辰 尹思辰啊 就没得发现有点什么别的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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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今天开始起 我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城市的城市新闻 社会新闻 花边新闻 娱乐新闻 乃至茶余饭后的谈资 都跟他脱不了关系 两年前回国 没有加入影视集团 反而自己创立了外幕 打造成了全江北最高端的商场之一 被称为 商界奇才 这些人 林小雅 你在这儿给他割供送得来了 我要不要给你花钱 给他建个庙 给你供上 鸟来了 这都有 你要不要许个愿望 据说还挺灵的 林小影 你在这儿 给我夸他 你站哪边的 不看了 不看了 已经与Alex达成了初步合作的印象 这是我提前做的宣传方案 让广告部和宣传部 动起来 好 思辰啊思辰 思辰 说给你最好的哥们 接你的私人公关 出这种事 你居然不通知我 他是谁 什么谁 你火了 我火了 你今天还没看微博吧 虽然角度差了点 灯光有点差 但鉴于男主角是我 这张照片 我给九十分 哎呦 你还谦虚了十分哪 这个女的是简分项 所以呢 她是谁 记者乱写的一个人 随便写都永迟基本了 真能随便写啊 你还有事吗 不知道 你到底谁拍的 嗨 喂 子刚 顾兮兮 你找个时间来我家一趟吧 把你放在我这的东西都收拾走 不是子刚 我 喂 怎么了 子刚好像是要跟我分手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不会是因为看到热搜了吧 不行 我得去找他一趟 我想跟他说清楚这个事 你现在去公关去撤热搜 不就等于我们自己承认了吗 Merry Me 一个浪漫的婚纱品牌 就当做给我们做一次免费的宣传 不好吗 去喝杯咖啡 不是 你心真 你真的有什么事 我以为你敢放在你的管理